给你们看一下我种的胡萝卜 家人们 它是大的大 小的小 这个是胡萝卜盐和胡萝卜 这片杂草丛生的菜地 就是我的 大概有四平米 我种的胡萝卜 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 准备开挖 来看看低消下去怎么样 今天我叫挖也来给我来帮忙 劳动最光荣 我们看看这几个 一挖就是一挖 这一下是四个 四个胡萝卜 这边一挖又一挖 这个是多少 这一大把呀 这估计得有十个吧 记得当时隔壁的阿姨跟我说 我这个胡萝卜种的太密了 得要分一下 要不然它长不大 其实当时我就把种子随便一撒 我想的就是 那句名言叫什么来着 不用种生命自会找到蓬勃之路 对不对 家人们 这个胡萝卜我叫挖 拔起来一看 上面一条蚯蚓 把它给吓一跳 直接扔了跑了 我来看看这个蚯蚓 红色的蚯蚓 我老公说可以拿去钓鱼啊 下次钓鱼就从这挖蚯蚓好了 都不用买了 他这一说话 我想起来 他平时就在边上摄像当导播老师 我都忘了 这种粗活应该由他来干 真是的 他准备说把这个地全都挖完之后 咱们再一起捡胡萝卜 这样方便一点 好 开始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用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用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效率很高 整整四个平方的菜地 一下就挖完了 我把这些胡萝卜 先收起来放一边 然后再把这个土松一下 我想那春天该种些什么呢 有没有跟胡萝卜一样 总是随便意思啊 然后就不用管 不用施肥 只用加点水 到时候就可以收成的那种蔬菜 再给我推荐一下 谢谢 最后我再整理一下我的胡萝卜 我这是四千五百一十的种子 看能收多少胡萝卜啊的 大的大小的小 而且我只买了红的跟黄的胡萝卜 这里面居然还有绿的 红的特别特别少呢 这小的都没看到红的 这边有几个大的哈 大的有七个 就这么一个红的那一个红的 不过也收了满满一盆了 我这算是大丰收 大丰收吧 家人们